国民党2020参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14号来到台中造势 创下一天拜21个宫庙的记录 宫庙在台湾的选举中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 能让政治人物热衷于拜庙 此前态度模糊的台中市长卢秀燕此次公开力挺韩国瑜 这对于韩国瑜意味着什么 台湾时事评论员张亚中谢志传带来全面分析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退出国民党后 在中秋节这天拍了一段视频吐露心情 说五党一身轻 他的轻指的是什么 若真的要参选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 郭台铭和台北市长台湾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的连横会是最佳选择吗 台湾时事评论员张亚中谢志传带来深度解析 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 在俄南部城市索契举行会谈 两国领导人重点关注了叙利亚问题 并强调要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 俄椅之间在叙利亚问题上为何要协调立场 两国商定继续开展军方对话又该作何解读 时事评论员郭献刚有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在福州向各位问好 选好作案六贵符 全国连锁新任之选 把栏目由六贵符珠宝剧名播出 把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节目开始 我们首先来关注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华明大校 13号就美舰擅闯中国西沙群岛领海发表谈话 他表示 战区部队将忠实履行职责使命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坚决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李华明表示 9月13号 美海军曼一号导弹驱逐舰 未经中国政府允许 擅自闯入我西沙群岛领海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海空兵力 依法 依规 对美舰全程进行跟踪监视和查证识别 并予以警告去离 李华明指出 美方无视国际法规则 不顾中方反对 长期在南海地区实施航行霸权行动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权益 充分证明了 美方对维护国际和平和地区安全稳定 毫无诚意 我们再次重申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无论外军舰机以何种方式挑衅 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 李华明表示 战区部队将忠实履行职责使命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坚决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据报道 美国导弹驱逐舰麦一号 在半个月的时间内 第二次执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 非法进入中国海域 8月28号 麦一号是入中国南海永暑礁 和美济礁12海里范围内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新闻 接连民调不利 国民党2020参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 加紧利用假期和周末四处造势 试图扭转局面 14号韩国瑜来到台中展开 铁人拜庙行程 上午8点30分第一站参拜南屯万和宫 晚间7点59分压轴大甲镇兰宫 一天跑完了21间宫廟 此次是韩国瑜被确定为 国民党2020参选人后 首次和台中市长卢秀燕合体 卢秀燕也公开力挺韩国瑜 引发关注 高雄市长韩国瑜来台中展开 铁人拜庙行程 第一站来到南屯万和宫 台中市大甲镇兰宫董事长 严清彪和其儿子 以及前台北县长周西伟 第一站就现身力挺韩国瑜 宣示地方势力已经整合 韩国瑜12小时跑完21间宫廟 从市区到山县 最后再到海县的清水 大甲 在北屯紫威宫 韩国瑜和台中市长卢秀燕同框 展现团结气势 终于燕子跟秃子今天合体了 今天我们的宣企 是关黑党 我们台中市281万市民 大家的欢迎和欢迎 向哪个人支持 我们就支持向 最后韩市长心胸素性 高标东山 感谢大家 韩国瑜早就安排要到台中 因历经暴雨和台风两度取消 14号终于成行 台中地方派系全力相挺 宫廟也全力抢人 让韩国瑜的行程 从9个地点一路加码到21场 我都不好意思讲 蔡英文拜庙根本都没有人 天天说20年来经济最好最优秀 到庙里面去拜拜 真的根本就没有人 你看看我们的人没对眼睛 炯炯有神 韩国瑜锁到宫廟 韩粉不断簇拥高喊 而对于2020选战 国民党内已经定调 将是决战台湾中部 韩国瑜来台中 除了整合地方派系 同时也发挥母鸡带小鸡的精神 而在前一晚的中秋夜 韩国瑜还在网络开直播 帮忙推销文旦友 除了帮忙又浓推销 韩国瑜还反呛连署罢免韩国瑜的团体 批他们都是正值算计 选办法的话一年以上才能够罢免 这些人在高雄敲锣打鼓 一路不停地呼喊 要罢免市长罢免市长 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因为要打击韩国瑜市长跟团队的威信 那名单也叫 长达13分钟的直播 韩国瑜除了谈政见 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 以及高雄市十月将成立的青年局之外 韩国瑜还提到 日前绿营民贷拿出施政满一度垫底民调 到高雄市府踢馆喊下台 对此他直接回应 当然应该罢免 所以我本人签字 我韩国瑜本人就在我罢免韩国瑜的罢免书上 我自己签字 接受高雄市民公平的裁判 所以这些人完全以为韩国瑜是个小孬孬的 错 我是开大门走大路 不客气地说 我韩国瑜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台北影博士 贺南把时间交给你 好客主 我们首先感谢月华不秀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爬生秀用月华 接下来我们要来探讨相关的话题 首先我们要来请教一下张亚中教授 就是我们会注意到 韩国瑜在今天也就14号的整个选举行程 是放在了台中 在12个小时左右来跑21个宫庙的行程 那么套用一下现在大陆非常流行的电视剧 长安十二时辰 那似乎这是韩国瑜的一个台中12小时 好我们想和您探讨的就是 当和上周的新北不同 新北是属于大造势 那么在台中的时候选择了说 请跑宫庙这个行程的话 其中会有怎样的一些思考 我觉得几个角度去看这个东西 第一个它必须把这个东西变成非常多的新闻性 所以相对来讲上次跟新北的大造势 正是台中用跑宫庙的方式 那原来定了9个 现在我给你跑21个 就是跑9个到21个 然后变成新闻标题说 韩国瑜障碍 将来有没有人可以一天跑22个公庙 就超越韩国瑜 这韩国瑜障碍本身它就是一个新闻性 所以对韩国瑜来讲当然是有帮助的 第二个我们要了解韩国瑜它本身是有一些 它结构性的一个困境 因为它必须五天是在高雄 所以换句话只有两天的时间在非高雄地区 所以换句话对它来讲 它要参与这个大造势 它必须在一天里面 它把时间压缩到最紧的位置 所以它能够多跑 第一个表现它相当的一个诚意 第二个它必须要这样子跑 因为总是见面三分勤 第三个公庙在台湾 它有它特殊的一个文化 公庙我们讲就是一般庶民 大家聚在一起的庶民经济 而这些庶民往往是整个精英阶层 大家看不到的 或者甚至是民调做不到的 那更重要透过这个庶民 几千个人围在个公庙的门口 那一船十十船百 或者对整个新闻的画面来讲 我觉得都是会让对手感觉到非常震撼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操作过程中 特别从九个到二十一个 有它先天性的 因为它只有两天的时间 也有它新闻性的 更重要 而还有它的目的性 就怎么样寻求庶民 对它的一个庶民经济 对它一个重要性 我想这个是三方面去思考这个问题 好 我们谢谢教授的分析和点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教一下 谢志传先生 就是我们注意到 就是在台中 这是一个指标 就是什么能不能跟台中市长 卢秀燕一起同台 我们知道在新北市的那场造势活动 是正好和市长侯友宜错过了 好 那这一次高雄市长韩国瑜 在台中能否和卢秀燕一起同台 备受关注 那现在确实同台了 我们想请教您的是 和卢秀燕的同台 是否对于当下的韩国瑜 意味深长 意味着说在现在来讲的话 某种团结和整合可以表现出来 是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回到上个礼拜 三重这个大造势 这可以说是近年来 台湾最成功的一次造势 人数是多 气势辉宏 然后国民党所有的重要人物 全都来了 展现了一个大团结 也因为这么多的人 让卢秀燕不得不考虑说 我必须来跟韩国瑜同台 当然对这关系到 他是否以后 可以连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台中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台中 现在最多就是中坚选民 那按照台湾过去几次的选举经验 中台湾是可以随时翻盘的 我们看林家隆 他只有一任 马上就翻盘 所以争取中坚选民 是韩国瑜目前的当务之急 他已经有了韩国瑜的基本盘 那怎么样把他这个盘给做大 要做大就是必须到台中去 那他跑这么多的公庙 就是说刚刚张教授说的 见面三分情 他只要人去了 人来了 大家看到他了就开心了 那韩粉还有一个会去拉票 他今天会找很多的人 然后一起来欢迎 所以他在台中的意义就是说 我怎么样展现说 我有诚意 我可以争取更多的中坚选民 那除了要争取中坚选民之外 我还稳固我的基本盘 所以中台湾对韩国瑜来讲 是非常重要 那跟卢秀文的同台也代表了另外一个团结 毕竟三重卢秀文没有去 那在台中两个人可以同台 表示现在国民党所有的已经都归队了 好归队这个词非常的重要 我们稍后的话会再向谢先生来请教一些 关于韩国瑜的粉丝也就韩粉内部的一些消息 我们首先要和教授再来探讨的一个 就是关于韩国瑜在昨天晚上 也就中秋节的时候的一个直播 网络直播 那么韩国瑜在昨天晚上的直播 是进行了一些表态 首先他有再度强调了他竞选的主轴 就是那句话叫做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并且之后还对于高雄市现在一直有团体 在操作的所谓罢免市长议题 进行了相关的批判 我们有两方面想请教教授 第一方面的话就是说 岛内媒体现在有点名 希望韩国瑜说能进一步的说清楚 要把2300万人民带去哪 那么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能否让民众安心有感 而第二方面就是 现在韩国瑜开始立足于说 高雄进行反攻的这种策略利弊几何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我们今天从一个比较客观来讲 就是说我觉得韩国瑜先生讲的 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它并不能够让很多人的疑虑能够消除 因为台湾老百姓最大一个质疑说 你一个领导人 你要把台湾带到哪里去 好 台湾安全 那安全什么 安全的对面是什么 那大陆是不是我们的敌人呢 换句话说我今天讲说 没有两岸的和平 哪里有台湾的安全 哪里台湾会有人有钱呢 今天观光客就不来了吗 那韩国瑜在面对两岸问题上的时候 它到底什么立场 所以在这个问题的时候 人民一般的所谓的中间选民 或者知识选民或者经济选民 或者对台湾的方向非常确定的 我今天看你跑公庙很高兴 这么多人给你鼓掌 可是那你给的方向要告诉我 你方向不告诉我 那我怎么相信你呢 这是第一个要回答的 所以我认为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这八个字 还不足以让老百姓去 让他去理解到韩国瑜 或者国民党 要把台湾的方向带到哪里去 这是不够的 第二个呢 你当然应该立足高雄 你高雄的所有的建设成果 是你的本嘛 你这个做不好你在做什么 可是有的时候你不要再纠结于 那一种所谓的口语跟别人争吵 我讲句不客气的话 台湾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 特别是罢免权 这是每个人的依照法律 所合有的权利 你就尊重别人就好 当然他真正要开始启动 他必须在所谓他当的 一年以后才可以启动 这一群所谓要罢免韩国瑜的人 他现在做的事情 大家都心知肚明 他不是在玩真的 但他机会往上造势 希望能够把人去扣起来 你做一个高雄市长 你要有这种大的格局吗 不必去讲话就好了嘛 你让高雄选民 在你任满一年以后 大家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提出来 这不是最好的方法吗 那怎么样把高雄市做好 我觉得就是他要登上大位的 必须的一个台阶 这个台阶如果做的不好 那没有希望了 你如果说基本上同样道理 你认为说礼拜六礼拜天需要跑公庙 也许对我来讲 我如果是他的好朋友会建议他说 其实真的多把时间摆在高雄市 这段时间这么快的进行一个 大规模的这种公司造势 那你说台中很成功 当然会成功啊 所有台中的地方派系全都是支持你 公庙也是地方派系最大的本营啊 可是这个东西对于你扩展你的中间选民 或者一些知识选民有绝对的帮助吗 如果你今天能够把高雄这个周末的时间 再用时间再用高做 然后请国民党这些像谢先生这一种 像国民党帮你去跑 然后你可能是去个两三个小时 然后重点把它高雄高雄高雄 只要把高雄做得好 只要把高雄做得强 其实对你的选情自然有帮助 所以说我是同意高雄是他最好的基石 如果没有把高雄做好 对他来讲是杀伤是蛮大 谢谢教授的分析和点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谢志传 谢先生一起来探讨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 关于韩国瑜的支持者韩粉的一些面向 其实我们知道 您对于韩国瑜的支持者韩粉之间的一些互动 以及一些文宣是有所了解的 那么以您来看两个面向 第一点就是韩粉的一种动能 能否一直支撑着韩国瑜以及国民党 那第二个面向就是我们知道 韩粉的一些动态 会否成为这个比如说像洪海集团创办人 郭台铭的一些包袱 并且引起一些反弹 韩粉的向心力是非常强的 当然他的排纳性也很强 那他是否能够撑起韩国瑜跟国民党 这个基本盘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韩国瑜之所以会参加这场选举 也是因为韩粉把它鼓出来的 毕竟去年只有高雄市的韩粉 投了韩国瑜的一票 那现在全台湾各地的韩粉都很想投这一票 所以他们会一直撑到一月十一号那一天 而且他们这个支持的那个力道是非常强的 我们不管从韩国瑜跑公庙或者是三重造势来看 这种向心力是大概是台湾 自从开始有选举台 你很少看到了 甚至有人插管也要去 还有人住着拐让也要去 这种向心力对国民党来讲是非常好 尤其是在面对这个明年所谓的区域的民代 还有那个所谓的不分区的民代的选举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这是铁粉铁粉一定会投票 而且会看在韩国瑜的面子上 把这所谓的不分区投到这个国民党 这个所谓的推荐的这个候选人名单上 他们的所谓的一些文宣 一定支持韩国瑜 不相信任何的民调 不相信任何黑韩的消息 所以无论民进党在怎么黑韩 他们都是不相信 民调在什么地方 他们永远都会说 那个是假民调 真民调上街来看 看看我们是什么支持 那刚刚主持人你提到这个国瑜 关于郭台铭这个事情 这有反弹是必然的 因为韩文他们都比较冲动 就是只要你郭台铭 讲了什么那个 对韩国瑜不好的话 他们就立刻回籍 这是一定的 但是我们在初选的过程当中也看到 郭台铭是唯一没有签那个公约的人 对这一点引起韩文 非常大的一个反弹 那这个后续的效应 当然是一直持续 那自从郭台铭说要退出国民党之后 韩文非常的开心 他说我们这个心中的焦虑 终于移除了 现在唯一就是坚定支持韩国瑜 一路拼 一定要把他拱上领导人的位置 所以韩文现在的互动 是很密集的 他们现在自己花钱 通药包制作大的旗帜 完全就完全要帮韩国瑜造势 然后瓦砍板 这个都已经开始了 所以这个韩文这个力量 也是台湾选举史上 很罕见的一个现象 我们谢谢谢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接下来我们相关话题的讨论 先告一段落 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 我们要倒过来来关注一下 鸿海集团创办人 郭台铭方面的消息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感谢 大家好 我是陈可南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 岛内政坛方面的消息 鸿海集团创办人 郭台铭退出国民党后 也在中秋节这一天 拍了一段影片土路新生 那么他笑着说 无党一身轻 那么至于中秋廉价的行程规划 他表明不会到台选务机关 去进行登记 要大家安心过节 不过有熟悉 郭台铭阵营的人士 透露中秋假期结束后的16号 有望成为郭台铭表态 是否参选2020的合理时间 我们一起来看 中秋节应景吃文蛋又 郭台铭宣布退出国民党后 13号首度透过影片表达心情 郭台铭笑得很开心 但退党后的下一步怎么办 外界都在关心 他参选2020的副手人选 你副手决定了吗 这个在我们家里 我自己就是副手 在工资上 曾经营现在是我家里 如果说在家里的经营上面 他就是我最嫌恋的副手 搬出老婆大人 郭台铭避重就轻 金达去在家里 他自己就是副手 对于外界传言 台湾资深媒体人赵绍康 将成为他的竞选总干事 郭台铭也不明确回应 很多人在问说 那你是不是有竞选总干事 他被决定要参选 怎么会竞选总干事呢 针对外传 郭台铭将在中秋节宣布 独立参选2020 并到台选务机关申请为 2020选举的被连署人 郭台铭特别回应说 郭台铭办公室表示 到周日为止的中秋连假期间 就是团圆日 郭台铭会在家陪妈妈聊天 吃月饼开心过中秋 若据此推论 郭台铭是否要参选2020 表态日仅剩16号与17号 而有熟悉郭振营的人士表示 郭台铭一直是郭振营中 主张参选的最大鹰派 只是因决定参选要有获胜把握 才一路敞考至今 至于正式宣布登记参选时间 应会落在14号至16号间 因参选成本 郭台铭会拖到最后一刻 但不会是最后一天 16号是合理推论 而郭台铭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 主动提及外界关注郭台铭退党后的下一步 郭伴称 郭台铭如果决定参选2020 最主要的原因是为台湾好 民众需要一个打破蓝绿对立 有希望的选项 应当如何去看待郭台铭强调的这一句 无党一身轻呢 对于他来说轻调的是什么 接下来的郭台铭是否可以轻松前行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张爱中教授 因为郭台铭他整个一个成长的背景 其实跟我们都非常像的 郭台铭曾经是个党员 但是后来逐渐的失联党员 他中间对国民党的这段时间 包括李登辉都相当程度的不满意 后来当时加入了国民党 后来参加了国民党的初选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感受到了 我们也感受到说 他其实对中国国民党 包括对孙中山是充满着信仰的 也就是他心里的投射 是那一个传统的中国国民党 可是从他的这一个 所谓的退党声明里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把这个所谓 现在的中国国民党 他认为已经走偏了 所以他在过程中的时候 他曾经的想寻求国民党的初选 当然中间他没有通过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所谓的 无党一身轻 他就在他的想法里说 这个党其实跟他所想的党 是不太一样了 如果他今天想要靠这个党 他现在也没有机会了 所以他这个情况下 他将来做任何事情 其实他就不需要再考虑 中国国民党 他的一些情感的问题 那第二个 他将来可不可以轻松往前行的 我觉得他不是很轻松 为什么我来看 郭台铭他现在做一个 第三势力的候选人 他会面临两个困境 就是说他到底要证明 他自己是所谓的第三势力的代表 还是像他所说的 辞职声明里面 他才是孙中山信徒 以我的标准来讲 他才算是一个正男的信徒 他在两个中间做选择 假如你选择这个中间选民的话 那换句话说 你可能跟克文这叫做更近一点 你对于很多的立场 你就跟国民党跟民营党 那就不太一样 那我请问你的两个论述怎么办 你对于历史教科书论述怎么办 你要去拉拢柯文哲的这一群人 或者浅蓝的跟浅绿的这些人 你在两个论述上 你就没有办法做到 所谓的正男那个论述 可是如果他选择走正男的路线 就换句话 他还是以一个中国国民党 就是应该说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的信徒 坚实的他所从年轻想的那一套 可是这个东西 他又被国民党所开除了 国民党的这些正男的 现在好像预计挺韩国瑜 所以在这方面 他现在我觉得 他将来是面临一个很难这个东西 那我们现在观察一个重点就是说 看他将来的顾问团是谁 他将来的总干事是谁 他将来能够提出的政策论述 到底是什么谁 他如果有办法在很 把这个正男跟这个中间选民中间 他能够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融合来讲 那他就掌握了一个论述的制高点 如果他在这两个东西 他没有办法做到一个非常 非常完整的一个结合 那他对于说这边好不好 这边又撕掉了 是他一个最大的一个损失 我们谢谢教授 那顺着教授的这个话题的话 我们要和谢先生一起来探讨 就是刚才有点非常明确点到了 关于台北市长柯文哲 好那假设郭台铭先生 在接下来的方向还是政治 而且必须向2020来迈进的话 那么他跟哪一些政治势力再去连横会更理想 那么其中的话 刚才有提到关于柯文哲的部分 柯文哲是不是最佳选择 请教您 这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盘点台湾的一些小党 新党 新党是打算推出自己的候选人 对 那他如果不想靠联署 那他可以去找清明党 但是清明党过去这几年来 已经被人家所举止转绿 那他如果去可能又被蓝军认为之后 你之前在国民党的作为 就是在劣劫蓝营 那你去投靠清明党 对自己的伤害更大 那他去投绿不可能 这违反他以前所谓的 所谓政兰的一个路线 那他如果去找柯文哲 那可是柯文哲也有疑虑 虽然号称白色力量 可是他当时 他自己也说过他是墨绿 也就是说他能够当选台北市长 也是靠绿营的帮助 他才能当选 那大家都认为说 柯文哲的政治实力是不错的 尤其是在一些所谓讨厌蓝绿 的一些中间选民上 那可能是他最好的选择 可是他如果今天去找柯文哲合作的话 那又会产生几个问题 第一个 你的政治诚信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参加了国民党的初选 你又退出了国民党 那你就这样哭搞 瞎搞 闹完一次之后就走了 然后第二个 你跟柯文哲合作有没有正当性 又会引发一个指引 因为柯文哲本身 他也算是一个政治变色的 每天就讲话翻反覆覆 讲的话也不一样 那你说那你是不是跟他是同一类人 那他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今天你那个郭台铭去找柯文哲合作的话 对不对 你今天就会变成另外一个 你能不能吸引中间选民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今天 这场大选的关键是在中间选民 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三组人马的话 中间选民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力量 谁拥有最多的中间选民 谁最有可能是胜选 我们谢谢谢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还给福州演博士 客主 好的 谢谢贺南 在下一节您将会看到 俄罗斯总统普京 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索契举行会谈 两国领导人重点关注了叙利亚问题 并强调要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 额椅之间在叙利亚问题上为何要协调立场 两国商定继续开展军方对话 又该作何解读 时事评论员郭县刚有独家观察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选好钻六贵斧 全国连锁新人之选 本栏目由六贵斧珠宝剧名播出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当地时间12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到访的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索契举行会谈 双方讨论了叙利亚局势在内的地区问题 并商定继续开展俄仪两国军方对话 12号晚间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到访的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索契举行了约三个小时的会晤 内塔尼亚胡在会晤期间表示 目前伊朗不断地试图利用 叙利亚领土部署 威胁以色列的导弹 以色列不会无视这种威胁 将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 他指出 以色列和俄罗斯军队之间的合作 将具有特殊重要性 是维持整个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 内塔尼亚胡表示 他和普京的个人关系 能够防止两国军队发生冲突 普京说 近年来 在内塔尼亚胡的奴隶下 两国在安全和军事方面合作 已经升级 俄罗斯重视 与以色列在安全领域的合作 尤其是考虑到 国际恐怖主义的持续威胁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13号 援引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的话报道称 俄裔两国领导人 主要讨论了 以亚北非局势 重点关注了叙利亚问题 并强调 要在实际行动中 而非口头上尊重叙利亚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 据了解 以色列今年4月 举行议会选举 内塔尼亚胡尽管获胜 但组建执政联盟失败 进而解散议会 议会重新选举定于9月17号 此次会面 正值以色列议会选举前的 关键时期 就在启程前 内塔尼亚胡还向外界夸耀了 他与普京之间的友谊 今日俄罗斯分析指出 内塔尼亚胡建普京 是想展示给国内选民一个 他是一名世界级领导人的形象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 去年9月 俄军一架电子侦察机 被叙利亚防空火力错误击落 导致机上15名俄罗斯军人遇难 事后俄罗斯和以色列各有说法 以致俄乙关系一度紧张 而如今俄乙军方对话发展情况良好 那么在您看来 俄乙决定持续开展军方对话 是建立在怎样的共识之上呢 以色列和俄罗斯在叙利亚有各自的利益 那么去年俄罗斯的战绩 在以色列的误导之下 被叙利亚所击落之后 两国的关系曾经陷入了低谷 那么现在两国关系又开始 向着合作的方向发展 那么之所以如此呢 是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 还是有些共识的 第一个共识就是要避免 这个以色列和俄罗斯 再发生类似这样的 这个军机被击落这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要防止 这个俄罗斯和以色列 在叙利亚问题上导致两国 发生这种军事摸擦 或者擦墙走火的事件发生 这是第一个共识 第二个共识呢 就是要防止在叙利亚的 这个恐怖主义分子做大 因为俄罗斯现在支持叙利亚政府 打击这种恐怖分子的这个势力 那么以色列呢 实际上是坐山观火斗 但是呢 由于这个恐怖分子没有被消灭 如果这个恐怖分子在叙利亚 重新死灰复燃 那么最终也会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因此呢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呢 和俄罗斯呢 是逐渐地取得了共识 也就是说 一定要完全消灭 在叙利亚的恐怖主义 这些势力 那么在这点上 双方看来是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那么第三个共识呢 就是这个要防止 这个以色列和伊朗 他们之间的敌对情绪 由于叙利亚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甚至这个发生这个军事冲突 因为我们知道 以色列不断的这个打击 袭击这个伊朗在叙利亚的一些军事目标 那么伊朗呢 为了报复以色列这种袭击呢 也鼓励他的这个一些盟友 比如说黎巴顿支撑党 比如说巴勒斯兰的哈马斯呢 对这个以色列的新目标进行反击 发射火箭弹 那么俄罗斯和以色列呢 实际上都担心这种局面失控 因此呢双方呢 在这次访问中呢 就叙利亚的这个安全问题 是他们会谈的重点 我想呢 这三个共识呢 使得以色列和俄罗斯 在安全问题上 走得越来越近 俄裔两国领导人 重点关注了叙利亚问题 并强调要在实际行动中 而非口头上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 对此该做何解读呢 我想双方所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共识呢 实际上各自的重点是不同的 从俄罗斯来讲 要求以色列 不仅在口头上要实际行动中 也尊重叙利亚的领土的完整 这就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 实际上俄罗斯要求以色列在未来必须要归还所占领的叙利亚的领土 也就是戈兰高地 那么在这点上 俄罗斯是不会变的 那么另外一个内容就是 要求以色列不要再去袭击叙利亚境内的各种目标 包括伊朗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目标 因为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目标是为了帮助叙利亚打击极端组织 打击恐怖主义的 并不是针对以色列的 所以俄罗斯要求以色列尊重叙利亚的领土主权完整 也包含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么从以色列来讲 他所说的这个尊重叙利亚的领土主权完整 并不包含戈兰高地的归属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 已经从法律上把戈兰高地作为以色列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以色列已经发誓 今后不会归还戈兰高地给叙利亚 因此叙利亚所说的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并不包括戈兰高地 那么关于以色列向叙利亚境内的伊朗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的这一方面 以色列我想他也并没有做出承诺 因为以色列讲他打击的是伊朗的目标 并不是叙利亚的目标 所以他所说的这个尊重叙利亚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和俄罗斯所说的尊重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内涵是不一样的 是大相径庭的 不过双方为了加强在叙利亚问题上 在双方的这种军事合作方面这样的一个目标 因此在所谓尊重叙利亚主权领土完整上 双方发表的这个共同声明实际上是一个外交辞令 好的 谢谢郭显刚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稍后继续请教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广告之后新闻继续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爱科竹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我们来继续关注 当地时间13号 法国 德国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 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莫盖里尼发表联合声明 对伊朗近期突破伊核协议限制 安装新的离心机表示严重关切 并强烈要求德黑兰当局 配合国际原子能组织的监察活动 据了解 2019年以来 伊朗已经先后分两个阶段 突破伊核协议的限制 涉及伊朗浓缩油和重水储量限制 以及油浓缩活动的风度限制 9月7号 伊朗又宣布 作为第三阶段 终止旅行伊核协议的措施 已经启动先进离心机 以增加浓缩油储量 国际原子能机构 9号发表声明 确认伊朗已经安装新的离心机 进一步突破伊核协议的限制 就此话题 我们来继续请教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郭宪刚先生 欧洲多国以及欧盟 对伊朗近期安装新的离心机仪式 表示严重关切 伊朗不断地逼近红线 美国又不甘示弱 欧洲急得跳脚 那么伊核问题是不是在比 谁更豁得出去呢 某种程度是这样的 因为实际上伊朗核问题 现在主角实际上还是两家 一个就是伊朗 另外一个是美国 欧盟是在旁边是甘着急 欧盟一方面要求美国取消对伊朗的制裁 同时又要求伊朗不要突破伊核协议的红线 所以欧洲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在那甘着急 那么从美国方面来讲 他是要想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 迫使伊朗这个屈服和美国签署新的伊核协议 把这个导弹 洲际导弹也包含在这个协议中 也就是说要限制伊朗发展这个洲际导弹 不仅是要限制它发展核技术核力量 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讲 伊朗现在他不愿意屈服美国的这种 误误式的这种高压政策 因此伊朗现在采取了 逐步的退出伊核协议一些条款的举措 现在已经走到第三个阶段 那么伊朗这样做呢 目的是要压这个欧盟 这个采取更加坚定的措施 帮助伊朗的石油 能够避开美国的制裁 能够顺畅的出口 这样伊朗就会获得石油方面的收入 维持伊朗的财政 但是由于欧盟在这样做的时候 才遇到很多难题 不能一下满足伊朗的这个要求 所以伊朗就采取这种 着不退出伊核协议的这种措施 另外一个方面 采取这样的措施呢 是向美国施加压力 就说你不要把我逼急了 逼急了 那么我会完全退出伊核协议 退出伊核协议 没有这种限制以后 我的油浓缩的浓度会不断地提高 会达到武器级 那么也许某一天伊朗会有了核武器 到那个时候 你美国后悔也来不及 所以在停而走险方面 在喝出去方面 伊朗在这方面 比其他比美国做得要更加坚确 所以说伊核问题到最终如何来解决 还是要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较量 的结局如何 好的 谢谢郭信刚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电评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想要获取更多的音视频资讯 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博TV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